就是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第三張的MultiButton 那首先MultiButton 就是我們在上面可以佈取 那當然我們先從簡單的上面先做三個按鈕好了 那再來慢慢演變成多個按鈕 那也許就像一個手機一樣可以輸入 那輸入完畢之後上面可以顯示號碼 OK那大概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結果 那結果我們先來秀一下 這上面底下有個012對不對 你按個0 它會有012 就類似像這樣 你按個按鈕它上面會顯示出來 就先第一個階段 先大概完成這樣 那第二階段的話再來做複雜一些變化 OK 那首先這個地方要怎麼樣建 其實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原則上以後的RUN法都差不多 第一步呢一定是新建 一個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Android的Application Project這個地方 我把它點下去 那一樣的話呢 因為這是第三張 所以我們就接去03好了 底線 你就給一個MultiButton 或者什麼MultiB B-U-T-T-O-N 你可以名稱可以自己訂 OK 那底下的話 PackageName 指的就是說你將來你Source裡面 放在哪一個名稱 那這個地方有個Package 有一點Domain的一個 這邊記得 比方說Example 如果Example你將來要丟到那個Google Play上面是有問題 你這邊前面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不一定CAMM 你可以改EDU 可以的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我們改自己學校的名稱好了 比如EDU 然後後面的話我們是什麼 UCH 我剛好查一下 UCH 就是這個縮寫 健行的縮寫 然後後面就是這個專案的名稱 OK 然後底下的話我上禮拜講過了 你初期初學者請各位全部都用2.33好了 這樣子比較簡單 也比較不會錯 OK 全部都2.33 等到你將來熟悉之後 建議各位你再去找最新的版本 現在API的版本 應該已經到20 21了吧 所以你可以再去找新的 沒關係 21 22 現在Google的update速度實在太快了 其實就我最早 剛開始教的時候 才到API的前面的版本 現在沒想到一堆 不過早期 可以全部裝沒關係 不過現在建議不要全部裝 因為全部裝的話 你光download那API的話 大概 最少的5G、6G以上跑不掉 你光要download這些環境 就花很多時間 而且 你載下來之後 除了耗費你的硬碟空間之外 你run起來要漏也是要花時間 所以不建議你裝那麼多 就裝主要的就可以了 OK 那這裡的話我們選2.33 2.33 OK 那這個地方它有個 新名的部分選擇 None好了 因為不要不檢主題 因為後面的4.X的版本 有這個新名 但是2.X的沒有 你就先不要裝好了 OK 下一步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 OK Icon的部分都下一步掉 OK 那它會幫我進一個Activity 名稱就是MainActivity 這個是寫Source的 寫程式就這裡 有沒有 然後呢 Layout值的就是前端 UI的部分 所以UI Source 這個是外面這個裡面嘛 OK 然後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那你會發現呢 它會自動幫我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Activity 這個Main 這個Main指的就是說 我們的預設的那個UI環境 那上面我要放什麼東西呢 好 第一個先新建專案 建了專案之後的話 在上面布局 布局什麼呢 電話號碼 跟三個Button 就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的話 要怎麼樣布局上去 我建議各位比較簡單的方法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開起來之後 它預設會給你一個UI 但是呢 你會發現 重點來了 這個地方的蓋藥非常重要 因為一般 書上面 一般的書上面 教都比較不會教圖形化的編輯工具 大部分都直接教你什麼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直接去買書 他都教你用這個 怎麼呢 XML的Editor 這XML的Editor 你會發現 哇 我看那個國外的老師在教的時候 都叫 一直打 切過來之後 介面就做完了 哇 太厲害了 而且很複雜的介面 它居然就用這個來拉 但也OK 絕對沒有問題的 像我看大陸的視頻 還有國外的視頻 哇 超厲害的 不過說真的 那老師厲害 可是學生看半天 應該還是不知道老師在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建議啦 圖形化介面怎麼做最重要 為什麼你要拉剛剛的這個畫面 其實圖形化介面就可以了 怎麼做呢 第一個 建議各位先把Layout 它預設是叫Relative Layout 我建議啦 你初學者不要用Relative 因為Relative真的不好用 怎麼說呢 它拉來拉去 而且會互相關聯 如果這個跑掉 底下全部都跟著跑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玩過Relative Layout 就像上禮拜那個東西一樣 那 怎麼辦呢 如果你是初學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Change一下 Change哪個Layout 這邊有 你在這上面 點它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Change Layout 所謂的Change Layout 就是說板型 不要Relative 我們一般呢 建議初學者用Linear Layout Linear是線性的 所以線性就是從上排到下 反正呢 無所謂啦 一直排下去就對了 也不會跑掉了 反正就順序的 OK 然後這邊有一個Vertical 就是垂直的 一直垂直的往下排 當然 底下還有一個Holy Round 就是橫向排 所以你要縱向橫向都沒關係 那不然我們先用縱向的 預設這個按確定 改了之後 這上面就會是什麼 其實你看這個圖 就大概知道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一個這樣的形狀 表示說從上到下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什麼呢 會有一個Test View 那這個Test View 預設這個Test View 我看乾脆把它先砍掉好了 我們先把它砍掉 那你就把它Safe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版型是Linear Layout 那我要把裡面放什麼東西呢 放電話號碼 跟三個Button OK 那這個地方怎麼放最簡單 第一個 把它改成按右鍵 記得這邊有個Change Layout 改成Linear Layout 第二個的話呢 在上面呢 我們就放Test View Test View 有好幾種Size 我們乾脆用最大的好了 Large Text 這個地方拖拉過來 放開 然後你可以把它拉寬一點點好了 拉到底 OK 這樣的話是最大的 那再來的話 你就把它名稱改成什麼呢 改成叫電話號碼 冒號就可以 第一個 拉過來 底下的話會有三個Button 三個Button 怎麼拉最快呢 先拉這個Button 按住不要放 一個 那怎麼全部最大呢 按住它拖拉過來 到底 Match Parent 放開 再按右鍵 去更改它的什麼Test 那這裡的話 你可以輸入一個1就好了 按一個確定 上面就變1了 好不好 應該是0 所以按右鍵 ADTest 這邊把它改成0 我們做012好了 OK 那一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換下一個 拖拉過來 拉過來 放開 按右鍵 ADTest 1 那除了這邊拉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怎麼樣 我有的時候習慣是 從這邊按住不要放 有沒有 往上放 按Ctrl鍵 你會發現一模一樣的出現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當然比較快 尤其是你在做多按鈕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 點它這邊 往上拉 的時候同時按Ctrl鍵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已經做了一個 但是其他按鈕要長得跟它一樣的話 你就不用說 還要再拉一個 然後慢慢拉拉拉拉拉 那你就是拉好複製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去改它的上面的什麼 ADTest 有沒有 這樣不是比較快 尤其是等一下我們要講那個多按鈕 這一招非常好用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們先做類似像這樣子 那等一下呢 再來做其他的修正 做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OK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的畫面 最後的話 我Ludge有沒有 這邊有Ludge 然後Button 然後 顏色的部分 你可以在這邊改一下Test Color 那如果是綠色的話 你就是用那個16鏡味字錦00FF00 就是綠色的 把字稍微改一下 再來的話 它的ID 一個叫Testshow 一個叫B01 更改的方式的話非常簡單 就是直接 hacemos 再上方按右鍵 AIDID有沒有 把這個改成 TST SHOW 按一個確定 然後呢 上面就會更改 這邊把它改成什麼呢 我們這邊是叫 B00 那你就改 B00 那記得你乾脆跟我改的一樣 不然的話 等一下 source 寫成是 名稱會有點不同 OK 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請各位先 把環境 ready 之後 再來檔案新建一個 project 那這個 project 部分的話呢 它的名稱我叫做 CH03的 multi-button 那再來就是說 把 UI 的部分先建好 UI 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在上面放一個 test view 大的 然後三個 button OK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 run 完之後 再來就是要開始 去撰寫它的 source 它的程式部分 那程式部分就是把它 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基本上這個 app 其實就 OK Ready 了